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五月份是合作社的公平贸易月 让我们共同支持公平交易 用合理的价格守护土地和生产者 这是一个无果界的合作力量 之前呢,上一期我带大家做了 慢顿红咖喱牛肉 然后这一集呢,我要带大家做的是 绿咖喱烤鸡腿 然后还会用到红礼 红礼呢,平常你可以用一比一的方式 把它蒸熟,然后把它冷冻 你要做沙拉,或者是你要拌在你的粥里面 你的菜肴里面都可以用 我在后面也会跟大家介绍 我都怎么来洗红礼 用到一个比较特别的 除了我们附具架上的原味咖喱,辣咖喱 还用了香萌原汁 这也是我们台湾原生种的香萌 这是花生粉 搭了冷冻裤应该都还有花生粉 都可以拿出来用 这是优格,我自己做的优格 接下来看到薄荷 这是我自己种的 那如果买不到薄荷或者是没有薄荷 其实你用九层塔也可以 因为绿咖喱的味道呢,是看个人喜欢 但是我们要营造出它有绿色的 那个视觉效果 然后这边看到这一个是绿辣椒 青辣椒 它其实不会太辣耶,我觉得 但是它颜色很漂亮 对,会拿来做 这是绿咖喱的主要原料 然后就把优格倒进来 然后还有刚才大家看到的 我的薄荷叶 然后还有姜跟蒜头 还有绿辣椒 把它稍微切块 我要去打它,把它打成碎一点 如果你的果汁鸡啊,绿辣椒你可以打得很细 那就把它尽量打得很细 然后 对,我倒了萧蒙原汁 我大概倒了20ml左右 因为看你的量多少 然后这个是辣味的咖喱粉 然后就把它打碎 这个会是腌料 我会拿来腌烤鸡腿 腌鸡腿 我说可以打得比较碎比较好呢 就是当你把它腌了一整碗的鸡腿啊 你要拿出来烤的时候 就不用把那些渣渣去掉 因为你把它打得很碎了 不过这个要看机器本身的人耐啊 然后这里我有再加上那个原味咖喱粉 跟辣味咖喱粉 再稍微去 就我们的去骨鸡腿块呢 切好的鸡腿块去稍微抓腌一下 然后就把刚才打好的绿色酱汁倒进来 我就直接放在保鲜盒里面了 把它弄好之后就冰在冰箱冷藏一天 隔天再拿出来烤 我本来是要用煎的 可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用烤的它的鸡汤汁还会一起再烤出来 所以我还可以收那个鸡汤汁 设计这道食谱的当下 我想的不是这样 可是我在做的时候 我又会觉得或许那样的方式比较好 有时候都很直觉的 然后这里看到红梨 它非常细 对所以你在洗红梨的时候 像我都会用一只小筛子 然后我这边示范的是煮红梨米饭 就是红梨跟白米或者是糙米 大概一比三 洗红梨的时候 就洗到没有泡沫就可以了 大概两三次就好了 在以前啊 我都会直接单煮红梨 然后也是要把它冻起来 就像刚才影片当中跟大家讲的 我在做沙拉 或者是我在做其他料理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拌 它很好配合任何菜 然后这是我要煮 我还有圣伟大哥的乌克律 我就一起把它煮 煮笋炊饭 我蛮喜欢我们的冷冻三色蔬菜 因为它真的是缺菜起很好的 蔬菜替代品 同时也是在我们这些古作物 它盛产的时候的一个冷冻加工的保存的方式 都是很环保的概念 这圣伟大哥的乌克律 我把它切成条 小条就好 因为我要煮米饭 所以你煮了一锅红梨笋饭 然后这个烤鸡腿啊 我就用烤箱200度烤了大概30分钟 我还放了一尾透抽下去 最后10分钟再放进去烤箱烤就好了 因为用烤箱烤 所以我们还可以收鸡汤汁 这鸡汤汁就很好用 可以淋在饭上啊 或者是淋在其他的料理上面 现在的天气啊 又下雨 然后有时候又有一点湿气 所以咖喱是对身体很好的厨师的辛酱料之一 鼓励大家都可以在这时节多多使用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